Hello 大家好 很久不见大家 当然是被大师剷我回来 我也不好意思 错过了这么久 什么原因呢? 要学很多新东西 所以担葛了 其实看了很多东西 所以没有时间说话 有时候千辛万苦看完很多东西 看完就立刻可以录的 但看完之后又不记得了 唯有时间浪费在这些复杂 Anyway 不说这么多这些了 就为大家带来一只8133 大家又看看它是什么 15年4月23号 跟大家一起看 当是运输 2.5亿万股是0.2全配售 4月29号 做一些没错的铸帽 金属部件 那些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详细地看下这些东西 但我不看了 那 上一时了 那 那 你那时可以知道 你说4月29号 全配售赏 一开 真是不得了 应该是 2号只变了2元 那 一直保持在上面 我想 也会想撑住那价 接着看公告上发生什么事 是 去到16年5月就叫刹势 还有非常适应股权证 你看到这里 一刹五 留意一下这些证券行 一刹五 然后可以用0.02 营扣7亿股 很少钱 没什么所谓 看看 刹势 刹势也知道他想 不想持有那么多 换个说法 不想持有那么多 以当时计算的话 如果是7亿股 原来是Gentleman Day 即是man day的数量 这些证券行 暂时不理他这个 这个是拆了后计 接着后来 我们就看 拆了3亿5千万股 你在这里可以对到 拆了就 15亿股 7亿股变成35亿股 某个角度看 都涨了很多 有10倍 2毫子 2毫子 炒到上来2元 拆完还要4毫子 哇 对了 10倍 接着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 继续看 当中也有说 去做一些古古怪怪的东西 就是 太阳能电池开发业务 那究竟是怎样呢 就不知道 为什么我说不知道呢 就因为我记得 后来没有哪个单 做成 培约 非常适应股权证 没有特别的 加个董事 黄先生 打加拿大比赫波 国家队代表 应该是内地出去移民 本来在内地打比赫波 打得好 去加拿大帮人 代表人打比赫波 然后再来重商 那类 但是这个也有兴趣来看 这个也有兴趣来看 那接着呢 就买一间东西 叫中申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39% 作价1000 大概2000多万 那 1000万钱 有保证盈利的东西 我记得有说是什么 输钱 输钱 可以知道它是一间做的 薄膜太阳轮电池板和光伏发电 可能是那个量解备忘录 或者叫吹水被忘录的东西 后来也出现了 但就不是以当时的描述 这样的说法 也塞了一件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不好意思 你真的问我 我也不知道这些什么 读都不会读 同烟加西薄膜 没错 有边读边 但后来它主营业务严格来说 都不是做太阳能 所以我都不在这 大家有太多时间 那它卖了的同时 可以看到它 出了个 卖 卖股票 卖了多少呢 你就可以看到 控股股东 飘高 由本公司总裁 王华旭先生 全资拥有 就持有36点多 它又扔了10% 出街 做完之后 还有26点多 在条例上 就不是主要股东 你可以知道它是一个 非全购 慢慢脱出 交收钟 可能购买太阳能 就是新主的业务 但是呢 为什么但是呢 有人讲 这个又是讲买件 没讲买什么 不要紧 继续看 很多这些框架协议 就说会做一些 分布式能源领域 没有具体说到是什么 都不浪费大家时间 这个解门 纯粹说 那些吹水被忘录的解门 不错 卖了一件附属 看来也不太特别 那件的购买了 被他买走了 没有偷到公司的钱 赚了100万 似乎是购买 不知道什么情况下没有要这只银 还是怎样呢 不知道 可以看到他 是没错 这一位也有缺买 正式完成了 就是这件事 所以所有东西都终止 去到这里 买一件东西 叫做Solomon Solomon Holdings Group Limited 可以看到 75% 只是用了200万 同一时间还不要因为这样再集资 买一件200万也要集资 大概集到2000左右 很明显只是用来印股票 这件索罗门是什么呢 原来是一件 财经印刷 财经印刷是专门印的书 财务报表 各式各样的印刷 通常这些我们叫做印刷 买一件印刷 回来 不知道是否特别 就是最后一次过说 总之你知道印了口股票的价钱 大概这些位置 跟大家对回来 完成 印了多少呢 看看 6.6.028 清晰 最后 接下来 再继续买一下 出售什么附属公司 看看 目标公司 JUMBO PIECE LIMITED 这件我之前好像见过 时间也吃不起 算了也没想理会它 因为作价是$1 还换了地方 干落到西 大家有兴趣想去逛逛 这件事 都不特别 你可以看到 一直都 去到20年10月 就不 你只看 好像不知道什么事 其实就不关 任何什么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邓耀荣先生 同时也是高银金融的 INED 现在他又被人 清盘情情 所以 他说高银欠人钱 他只不过是 高银的INED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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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要披露 但我相信两家公司 应该没什么关系 这个位置 也可以见他加一个 董事 这个就是 很关键性的 人物 胡女士 他没有说到 什么 但是如果大家有 在别的角度 你会发觉这个人 不是那么难找的 兴趣害解 因为你的公益金 做很多慈善 社区活动 你会变成做得这些公职的东西 不是 那些不是公职 对不起 做得这些东西 就会有很多人懂 所以 就不是一个特别难去 不是一个特别难搜索的人 所以 我就不特别留言了 因为并不觉得他和上市公司有什么关系 这个也是下一只股票的引子 就是 如果你有Google 你会同一时间见到他 做 还有一只 就是845 一会再说 先说这一只 交了他做动事 我说他原来是一间公司的 然后解散了 但已经是02年了 所以 参考价值不大 接下来是02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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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 近期 做了主席 胡女士做了主席 再加多了个董事 近近地 陆先生 陆先生 可以见到陆先生 都做过很多家 执董 也是一个会计师 进了这个blog 50万元一个月 相信这个是要上班的价钱 我们经常讲笑 100万元的价钱就不用上班 到了这个位置 为什么会用来说呢 其中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 2021年10月20号 就叫了 叫出来 做了什么呢 股份合并 建议更改每手买卖股份 建议更改公司名称 建议做二供一 可以看到这图 40合一 40合一 第一就是 再做二供一 公司也会改名做 所罗门 Worldwide holding limited 二供一 就是两毫子公 现在的股价是一仙 你可以知道 二供一40合一 40合一一仙的股票合完出来 不是应该是 四毫子的吗 四毫子再二供一 即是它在 出之前已经知道 就会再跌一半 合完必定跌 不要说是必定 合完 很大机会跌一半 对不对 集合得很少 所以你都知道 这个是非常小的 分析的东西我就不说了 因为 看看小杰会不会在这里出现 有兴趣的朋友请稍微欲报 向我们亚洲电视 亚洲财经 继续 看我怎样去 思考这些东西 首先戴上头盔 这些绝对不是一个马马腰药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后面的东西 我纯粹看公开资料 亦没有马马腰药 还有意味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